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为啥说双鱼做很变态呢 一 因为双鱼卖萌无下限 双鱼本只是个孩子 一言一行都像个孩子 卖萌起来完全是你招架不住的那种 双鱼觉得现在不卖萌 老了就得装嫩了 该卖萌就要卖萌 就要展现自己的魅力嘛 二 因为花吃无截止 尤其是双鱼女生 遇到五官端正一点的雄性生物 都忍不住两手脱腮 低声尖叫 好帅好帅 基本上是剪一个爱一个的性格 真的是恨不得后宫家里三千人呢 一天天都是纠结今天该追哪一个明星 三 因为双鱼的幻想永不停止 一颗天马行空的心 永远停不下来的思维 恨不得飞到外太空的思绪 双鱼的生活更像是架空 思绪乱飞到一般人根本捉不住 跟着双鱼的脑路 基本上能够让自己纠结到怀疑人生了 四 因为双鱼粘人无止境 双鱼从头到尾都是一个爱粘人的小妖精 恋爱中的双鱼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粘在恋人身上了 甚至是24小时都粘的那种 恋人的每一个瞬间都想要去参与 一开始觉得还能接受 但时时刻刻被监视的感觉 真的挺让人难受的 五 因为双鱼不理解 为什么有人可以没有爱的需求 对他们来说就算不再谈恋爱 爱恋名恋各种恋也是不能缺的 双鱼对你是表面温柔 背地里火力全开 关于你的吐槽 它可以说三天三夜不带重样的 你还抓不住证据 六 因为双鱼的世界里 前任都是死人 而且只分两种 一种是得了癌症不想拖累他离开的 另一种都是垃圾 如果双鱼谈恋爱了 你最好离他的伴侣远一点 再远一点 不然双鱼很容易就把你 画进假想敌的阵营里了 七 因为无论是双鱼男还是双鱼女 心里都住着一位小工具 这主要体现为他们经常喜怒无常 动不动就发脾气 关于朋友 只是双鱼孤单生活中的调剂品 任何时候都比不上他喜欢的那个人 不过分手后双鱼一定会第一时间找朋友诉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请支曝 civilization 感谢观看